好那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人呢对于外表啊 对于美的追求都越来越高 那不只是因为可能科技的进步 导致了呃这个医美界呢 这些的普遍啊 跟他越来越容易呃去实行啊 然后呃就是一般上呢 如果有呃接触到这一些方面的 为整形可能现在的修复期呢 也都很像越来越短哈 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呢 普遍呢都会想要去玩这一方面呢 去寻求呃让自己变得更美 让自己呃提升自己的外表 甚至有些人是想要呃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哈 改变自己的样貌呢 来让自己呢变得更有自信哈 所以每个人呢其实都追求美哈 无论是男女其实都是就是爱美 根本就是人的天性哈 所以人都会希望呢 自己呢是可以往更好更美 更年轻的这个方向呢去追求的 所以呃每个人呢可能对于美当然定义也不同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呢 多数人啊都是认为说自己如果外表呢 可以看过去年轻可以看过去有活力 精神少皱纹 那皮肤看去光滑呢都是呃比较多人去追求的 一个美哈 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可能他们呃为了要快 为了要可以呃马上看到效果呢他们就选择了这种呃 侵入式的一些比如就是微整心一类的这些医美呢去 让自己变得更美 只是呢在呃马来西亚来讲啦 当然其他国家呢可能有一些的确是比较发达 啊可是在马来西亚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状况 就是呃 其实呢美容师啊就一般我们可能有去洗脸啊 什么这样美容师呢其实是不能够动刀打针的哈 可是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又或者是可是在马来西亚呢 呃我们呃没有这么严格去把关这一方面的这个呃就是 执照的问题哈所以其实很多人呢可能都因为看到价格哎 不会那么贵可以负担的起而忽略了 其实后面呢其实是要去印证下这些呃就是我们的 微整师呢到底他是是否有执照 然后是真的是啊可靠的这些来源哈 因为毕竟呢这一些微整型的都是会呃侵入到我们的体内的哈 都是会注射东西到我们体内所以呢可能 在我们如果没有小心咨询的情况下或者我们是去到了没有执照的呃一些 单位呢去执行这一些微整型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风险是很高的哈 当然 有一些悲剧也发生出了整形失败或者是呃就是不是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之外呢 严重的呢可能还会丢失的性命哈 那这些呢虽然说现在微整型已经是非常的普遍 甚至一些国家呢也是呃可以普遍到说他们午餐时间就去做一个医美然后回来哈 因为真的是已经太简单化了 那变成说这么普遍的情况下呢 呃导致到说可能每个人都会想要去追求哈 可是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可能真的是会呃就是所谓的呃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就是你花了钱又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那还有的就是后面的一些可能呃要修复都好啊 或者是一些等等的负担哈 那也毕竟就是 然后如果呢是去到有牌的医生都好呢 通常呢那个价格呢就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也变得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 那有一些人呢为了要达到这个美呢 还就是可能二肚子存钱 存了一笔去整形整整容整形 所以在各个方面呢就是可以看到说 人啊为了要变美呢 都可以用各种方法 想要去把它变美 只是说后面呢如果没有去做好功课呢 可能就会有不必要的一些牺牲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当然我们还是要去追求一个更简单 更安全或者说比较不需要付这么多钱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达到变美动灵这个效果 那要讲的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们的B-Build 他真的是可以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到底B-Build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成分 或者他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呢 维持我们整体 一个无论是皮肤或者我们身体状态的年轻 跟我们的整体的呃就是呃体他整整个人的 这个方面的提升哈 OK所以我们今晚呢就来正式的了解一下我们的B-Build 那B-Build呢他呃那在我们了解之前呢 我们其实都知道说呃人刚才所追求的哈 外表要变美的他的一些定义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哦老坏啊就是其中一个让一个人看过去呢变得没有这样有吸引力的其中一个呃呃呃方面 但导致老化又有什么样的呃又有什么东西呢是会导致老化的呢 就是老化的罪魁祸首当然除了自然的一个现象每个人呢都会随着时间过去年龄呃大了慢慢的老之外呢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都好啊都会呃让到我们呢可能会比呃就是同年龄的人呢 看过去更老或者是更年轻哈 就是一些人为什么在同年龄层的人他可以看过去比较年轻有些人看过去反而比他的年龄大呢 那这些呢都跟呃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他处在的环境都有关系 那呃其中一个呢就比如说糖分哈 他当我们摄取过多的糖分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出现糖化反应 而导致到我们一个人呢看过去变得更老 那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的压力也会影响 那如果是在我们环境如果有常常呃就是接触到紫外线就比如说我们白天在外面呢如果没有做好反晒的这个工作 那在外面接触到这些肤色的时候呢肤色就容易的呃会轻害到我们的皮肤导致皮肤老化的更快 那呃还有的就是呢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的呃消化系统出现呃吸收不良 那就导致说我们的营养不能够好好的吸收的时候呢 也会让到我们身体缺乏营养而导致看过去比较苍老或者是苍累哈 那还有的就是呃如果生活习惯是喜欢喝呃就是有喝酒有吸烟的话呢 都会让我们身体接触到更多的自由基而自由基呢也就是破坏我们细胞导致老化的呃最魁祸首之一哈 所以为了要避免或者是说去改善这一些无论是环境啊或者是自然发生的这些情况导致我们一个人老化 那我们的的这个比较配方呢就非常完整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各方面哈 那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解采呃解释一下到底那个糖化反应是怎么一回事哈 那为什么过多的糖在我们身体里面会导致到一个人抗去更老呢 那糖分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胶原蛋白的天敌哈 那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失去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胶原蛋白呢其实是可以在我们呃应该多数人都知道哈 胶原蛋白是在我们皮肤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但是除了在皮肤其实在骨头里面呢也是有这个胶原蛋白的哈 所以当我们糖分过多在身体里面飘游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很喜欢去跟这个胶原蛋白结合来做朋友 那结合的情况下他其实就会破坏了胶原蛋白的这个弹性 跟他的这些呃性质就导致到我们的皮肤或者是骨头呢 就变成没有弹性然后呃骨头呢就变成僵硬哈 而这时候呢我们的皮肤也会变成说松弛啊 然后就有皱纹的产生 甚至呢还会变成暗淡哈呃蜡黄暗淡哈 就是因为呢糖化在糖化反应在我们身体里面呃进行的时候呢 他会呃剥夺了这个胶原蛋白的原本有的这个特性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呃的发生呢我们的整个比比配方里面呢 他是有达到一个糖化的呃看糖化的作用的 那我们就来呃看一看哈我们比比里面呢 他有怎么样的一些成分呢可以帮助到我们呢达到这个动灵的效果 那比比呢基本上他是有分成早上跟晚上的配方哈 所以你拿到一个盒子啊 拿到我们比比盒盒子的时候打开来呢 你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的呃比比早早上day的formula 呃右边呢就是晚上night的formula哈 那里面呢呃他是有呃两个 为什么要分成day跟night呢 他其实因为他里面的成分呢有稍微不同 那他的这个配方呢是特别 为我们说呃我们白天呢的活动跟晚上的这个休息时间呢 呃设置呃就是有设计的哈这个配方 那所以我们就先来首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比比 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成分来帮助我们可以达到动灵的效果呢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 那这个第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比比可以帮助我们动灵 或者甚至是年轻五到十年的关键成分哈 这个成分呢我们叫他NMN 那有一些人可能听过那没有听过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很抽象的东西 到底什么是NMN哈 那NMN呢在我们身体里面还有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叫NAD plus的一个成分的含量 ok 那NAD plus又是什么呢又是一个新的名词哈 可能大家又是听到一头雾水 NAD plus呢它是在我们的每个细胞里面都非常需要的 帮助我们细胞制造能量 帮助我们代谢就是排掉一些呃肺物 跟一些我们做就是我们身体活动啊 或者是我们甚至是坐着而已哈 都非常需要他来帮助我们产生能量 是不能缺少的 那一缺少其实细胞就开始死亡哈 也是一个老化的这个呃象征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这边这个图表哈 那按照我们的自然情况下呢 自然衰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NAD plus的含量 就会像这个蓝色线这样子哈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NAD plus就会慢慢的减少 这个也是一个呃就是老化现象的开始 而如果我们有补充N&M的情况下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NAD plus 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水平 可以维持在一个程度上 而帮助这这就是也呃为什么 当我们有N&M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我们身体 整个细胞的活跃度 提供我们细胞能量跟这个活动呢 呃就是让它可以保持活跃哈 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呢 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这么样的活跃 然后可以呃就是进行的工作呢 也是呃就是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的去 好好的呃工作 所以让我们整体呢都可以年轻化哈 其实人老化呢是可以被治疗的 所以呢他就一直在找寻那个可以帮助人呢 维持年轻或者是呃不老的一些秘密哈 但他呢就在最终呢发现到了这个 就是呃这个关键呢就是N&M 那他自己本身呢也在服用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他整个人呢变成年轻化 也变得比较有活力 甚至他自己的爸爸呢都有呃在服用N&M的情况下呢 本来呢脚是不方便走路呃吃了N&M之后呢 就整个人呢还跑呃跑去做极限运动去爬山啊 去做一些呃激烈运动哈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真的是除了帮助我们动铃 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逆铃哈 就是逆转我们衰老的这个身体哈 那当然在各个的一些呃呃商业的名人呢 他们也都看到了这个N&M的这个呃前景哈 所以呢也都分分的投入了这个投入到这些事业里面 因为呢可以看到其实这个N&M呢对于我们人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因为呢他是针对我们人体细胞让我们整个细胞呢可以年轻化 那当年轻化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多的呃跟衰老有关的疾病呢 也都可以呃得到的呃就是他的这个帮助得到改善哈 给水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呃 bibiu里面呢可以帮助我们逆铃的一个关键 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有讲哈 如果我们常常接触到呃呃阳光子外线的话呢 其实他是会让我们皮肤非常容易受损 而且他会破坏掉我们的这个皮肤细胞严重呢残息下来呢 还会引发这个皮肤癌哈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皮肤呢除了里面细胞有在变成活跃之外呢 从外面呢我们让皮肤可以形成一个的自然的这个对抗子外线的保护层 所以我们里面呢有特别添加了这个白番茄 有青石连提取物还有骨光肝胎 都是帮助我们身体呢可以减少这个黑色素的形成 帮助我们提亮肤色 帮助我们的皮肤整个呢形成一个可以看脂外线呢 呃这个保护层哈 当我们服用bibiu的时候 他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本身呢 对对看脂外线的伤害呢可以更好 然后也会让这些黑斑的形成呢减少 对淡化黑斑减少黑色素的呈现 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体肤色呢更均匀 那所以这一个呢也是我们bibiu day里面的其中的配方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呃 又刚才讲的前面呢看糖化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呃 帮助我们看衰老的功效 所以呢白番茄呢里面他也还含有了这个LA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的葡萄糖吸收 减少这个糖分呢去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 他还可以帮助锁住维他命C在我们身体里面来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皮肤呢有更加的好处 那除此之外呢刚才讲到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呢 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天生他的这个肠胃消化系统不是那么好 那导致到说他的整个吸收能力也是啊就是就算我们吃了很多补啊 然后也吸收不到那就变成说呃整体外表呢也会呈现到呃就是呃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配方呢更完整的去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除了呃外表皮肤细胞之外 他也照顾到了我们的肠胃哈 但是确保说我们肠胃跟皮肤上面的这些益生菌呢是有够食物吃的 那就是维持这个肠道跟皮肤里面的益生菌 让整体的免疫哈我们的人体免疫也好或者是皮肤的免疫都好都可以得到提升 因为呢我们这个配方里面呢还有这个专利的益生员 他是呢就是呃我们体内益生菌里面的食物哈 这可以帮助去提升我们整体皮肤的健康 除此之外呢因为他是一个呃专利的成分哈 他们就有发现到他呢除了帮助肠胃健康之外 他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一型胶原蛋白的生成 还可以提升我们皮肤呢本身锁水的能力 那当然这个呢只是呃我们bibu day里面的主打的几个成分 那他其实还有个还有呃很多其他的这个配方呃的成分呢 我今天就没有一一的跟大家讲哈 就是跟大家知道一下呃讲一下就是知道说哦原来bibu day呢 主要是有这样子的功效 那他还有呃五种的这个呃超级水果抗氧化呢 这个他也跟nike里面的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我觉得等一下后面才讲咯 ok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bibu day呢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那几个重点成分 那我们的nikebibu night这是网上的配方里面又有什么一些成分可以帮助到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动灵呢 前面刚才已经有讲了几个嘛所以那个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白天的时候呢更有活力新陈代谢好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呃免受那个阳光脂外线的伤害 还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这个呃免疫提升帮助肠胃跟皮肤整体健康的提升 ok所以那个是早上的配方那晚上的配方通常为什么我们呃要特别把它分成在晚上呢 那因为晚上呢多数我们都是呃比较多休息的时候啊 然后就也比较不会接触到呃子外线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注重于去做修复的工作 因为我们呃基本上休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呃身体呢 他也是会需要到一些原料来帮助我们去让我们身体修复的更好嘛 所以呢在晚上的配方里面呢 我们就呃首先呢的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分子的海原胶原蛋白三态哈 那他呢不是一般的胶原蛋白哦 一般的胶原蛋白呢他的分子因为太大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市售的一些胶原蛋白哈我们喝的时候呢 他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基本上是被我们的肠胃呢分解成更小的这个氨基酸而已哈 所以他被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的时候 他并不能够直接成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胶原蛋白 他还是需要靠我们身体本身呢是否能够制造这个胶原蛋白 而而形成胶原蛋白哈 可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海原胶原蛋白呢 因为他的分子非常的小哈小于八百雕层意思是什么呢 他这么小分子呢他就代表他是可以直接被我们的肠道吸收 就说他是以胶原蛋白的形态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呢我们身体也可以很快直接的把这个胶原蛋白呢 当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去使用哈 所以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足够的胶原蛋白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皮肤底层哈 如果我们现在皮肤底层呢有很充足的胶原蛋白 也有很够的这些脂霜类呢 他就可以帮助撑起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皮肤呢看过去很水润很饱满哈 可是当我们缺少了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流失或者是里面的这些 呃呃脂霜都已经是断了啊或者是呃不整的时候呢 我们的皮肤呢就开始会起这些细纹啊凹洞啊 那这也是就是让我们看上去更衰老的一个现象哈 所以如果我们有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喝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补充我们皮肤所需要缺乏的这些呃 胶原蛋白让我们身体呢可以去修复 那当然除了针对于皮肤之外呢 刚才讲了哈我们的骨头里面呢也是有胶原蛋白的 所以呢呃如果也是可以补充到的情况下 他可以可以呃让我们的骨头呢可以维持一个弹性 也变得我们呃我们的骨头呢没有这样容易脆弱 没有这样容易硬化而导致就是很容易脆掉哈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网上配方里面呢其中一个成分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里面呢也还有 好多一系列的成分在里面哈 你有看到有人开到麦呢我们关一下啊 ok好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bibunite里面呢他还有呃这个乙线 氨基葡萄痰那呃简单来讲他是NAG主要呢他就是帮助 促进我们的透明脂酸的合成哈他也是我们的皮肤 里面呃让我们皮肤可以饱满水润的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呃这个呃算是和呃呃原料啦就是比如像像胶原 蛋白酱哈所以我们身体呃皮肤里面呢他也是非常 需要到这个成分来帮助我们保持水润而且呢 这个NAG呢他还可以帮助去改善我们皮包皮肤 细胞更新哈所以让我们皮肤更新的这个速度呢 可以维持在呃就是呃正常的状态让我们皮肤呢 不会有呃就是那种死皮干皮就是那种蜡黄的皮肤 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细胞更新的够快的情况下 那我们皮肤呢就可以随时保持的非常水嫩跟 比较年轻的这种呃皮肤的样子哈可以帮助呢 减少我们的皱纹呃细纹呃老年斑呃干燥跟脱水的 问题 那除了除此之外呢我们里面呢也含有了这个 L光氨酸呢他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呃皮肤里面免受 这些呃自由剂的伤害因为呢他有这个抗氧化的 这个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帮助调节我们 那个血糖的水平也是其中一个帮助我们 抗氧化的一个呃成分来的哈所以呢他在这边呢 就让我们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如果整天所身体 里面所累积下来的一些呃自由剂也好或者是 过多的糖饭糖分都好呢可以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里面呢也含有就是早上 跟晚上的这个配方里面都含有这五种 超级水果萃取物那这五五种超级水果呢 他们其实就是有非常高的抗氧化 所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配方的底哈 单单这五种的呃水果抗氧化呢就已经是 非常高了的那再加上我们刚才前面的一些 重点成分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呃促进我们 整体的细胞健康跟皮肤的这个呃健康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算是合成更大的效果啦 ok所以呃我们的五种的这个 水果超级水果呢就包括了有赤梨果 有木鳖果杀吉果罗汉果以及枸杞哈 那这里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要了解 更多你们可以自己screenshot来读一下 这些底下的一些质哈那基本上呃这些水果呢 他们都是对于皮肤对于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抗氧化呢是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功效 甚至还可以帮助减少过敏的问题 然后可以帮助呢我们提升免疫 可以帮助我们呃就是整体的这个健康的提升哈 所以呢他作为我们比比尔formula的这一个base 哈就已经是非常强的所以再加上我们刚才前面的 一些重点成分呢那比比尔可以带来的效果呢 是非常惊人的 那因为我们比比尔里面呢其实有差呃有18种的这种 有效成分哈那因为有这么多成分的情况下 为了我们要确保呢各位在服用比比尔的情况下都可以 好好的吸收不浪费掉呢 我们呢也特别在这个配方里面 添加了这个专利的黑胡椒 那黑胡椒的作用呢他其实是帮助我们身体更容易吸收这些营养素哈 就是前面所添加的这些呃就是成分呢我们需要他更好的吸收嘛 还可以达到最大的功效所以我们就添加了这个专利黑胡椒 所以呢这整体的配方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功效呢 那他呢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哈我们现代人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美哈 然后也很多人都呃为了要快速呃达到美呃去做一些很多的 就是花了很多钱也花了很多时间甚至可能呃还牺牲就是冒了很多风险哈 可是呢在这里呢比比尔呢整体的配方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 而且还可以就是减低了风险跟达到很高的安全性哈 那可以帮助达到我们一个呃可以持持续性的一种自然美哈 那总的来说呢比比尔的整个配方呢所带来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可以帮助达到一个抗老活化细胞的作用 那我们的细胞里面呢呃就是可以一直呃保持活力跟呃呃维持那个新陈代谢哈 那最主要呢就是来自于N&M的这个功效 那我们还可以帮助以看紫外线帮助我们皮肤呢没有这样容易受到紫外线的这个破坏 然后也可以帮助保护呃就是有一个保护层 然后达到这个美白和均匀肤色的效果 所以这两个呃看紫外线跟美白均匀肤色呢 就是有我们的呃有分block啊有呃白白番茄啊有骨光钢钛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晚上的这个配盘里面有的这个呃 海原胶原蛋白相态呢就是非常小分子胶原蛋白是作为我们晚上修复的时候呢皮肤需要呃修复了一些呃一个原料哈 所以我们有提供了这个非常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更好的修复 那也可以淡化了我们的这些细纹啊皱纹啊或者是呃皮肤有干燥问题啊都可以在晚上的这个配方里面得到修复 那我们有五种的这个超级水果抗氧化呢也打帮助我们的整个配方呢达到更好的整体的抗氧化效果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益生员呢就帮助我们皮肤跟我们缠到这个胃益生菌的这个平衡 让他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免疫能力 可以有更好的对抗我们的这个环境所带来的伤害 那还可以还有了这个黑胡椒碱呢帮助提升我们的呃吸收力 然后呢最后还有的就是呃里面的白番茄跟那个呃 白番茄呢是帮助我们达到抗氧化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基本上呢整个配方呢 我们可以呃可以aspect到我们整体的皮肤会更亮更年轻化更饱满 然后呃细纹皱纹肤色整体都会有所提升 那当然讲了这么多呢相信大家最希望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呃实际的分享嘛 那可能呃今天呢呃我就在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些 所谓的真实的故事好不好 嘿所以基本上呃 产品的讲讲解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你们的checkbox这里呢可以开始提问 那在同时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bebuild的实际的一些真实故事哈 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powerpoint ok好那呃如果之前有看过就是我们的任何分享的话可能你也已经有看过了哈 一些些的故事可是呢也今天我是把我手上所有的这些呃bebuild的testimony呢全部都跟大家讲过一轮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过一些人没有看过哈所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位提供我们见证的一位男士哈 虽然讲到bebuild好像讲到美呀比较多人会觉得说直觉觉得说是哎是不是只有女生会比较适合喝这个产品 那其实不是哈只要呢你想要年轻化你想要爱美的或者是你希望自己可以看过去整体更好的话呢你其实都可以透过bebuild来帮助哈 那这一位先生呢他是呃在服用产品之前呢你们可以看到哈他皮肤呢就是可能一般男生都不怎么去照顾皮肤 那就导致说皮肤可能就比较呃粗矿呢就比较粗糙啦然后也是有眼袋的问题然后呢也是啊会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哈那在他喝的产品呢非常短的时间哈被他就非常兴奋的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呃效果 可以看到才短短的7天时间哈那他的这个呃眼袋这里呢的细纹呢都已经淡化了很多然后整体的皮肤呢也变得比较细致了 那在这边呢是我有比较他在这个三个星期之后的这个效果哈可以看到 看过去ok是同一个人可是呢整体的皮肤啊都拉就是整个提升了哈可以看到他整个苹果肌都变紧致了而且呢整个的眼袋呢也是都是淡化了很多 所以可以看到他整体的皮肤跟整体外表哈都是会让人家惊艳就是哇真的是才在短短的三个星期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变得更年 年轻的而且只是轻轻酸酸的冲早上跟晚上的配方来喝而已哈就简简单的就莫名其妙变年轻了哈 ok 那接着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些是呃可能比较直接明显可以看到皮肤的一些变化啦就是有变得更白啦皮肤变得更亮啦 然后呃就敏感的地方就不敏感啦不痒啦甚至是些平常呃皮肤色素沉淀啦暗沉的地方啦 也整个体量变得比较嫩啦比较滑啦然后整体的这个皮肤状态呢也都变得更好变得更细致 可以看到哈连斑呢或者是一些眼袋的这些线啊紧纹的地方呢都可以透过喝了皮肤之后呢得到改善哈 那这位女士呢他也是哈变得更紧致哈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斑的问题呢也是他在短短的呃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哈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那呃这个呃我我没有跟他拿到他最新的照片哈他呃最新的照片呢整个脸呢是变得更紧致的哈完全就很像呃就是真的是好像是呃做了鬼整形的那个样子就是整个很紧致的哈 那一到最近的照片了 那这个呢也是可以看到很明显呢就是他的这个斑的这个淡化 然后皮肤整个的紧致度哈 还在短短的也是差不多呃二十天的时间 甚至我们男士呢都发现到他的嘴唇哈的这个呃纹路啊跟他的这个色素沉淀的问题哦也得到改善 然后也可以看到哈就是呃甚至是脸的这些细纹呢皱纹呢都有得到改善 所以很多哈这边我就呃快快的给大家带过看到这些呃 斑的问题呀皮肤毛孔的问题呀 眼带呀细纹呢 可以看到哈很明显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我就是这边就快速的给大家看过哈 可以看到眼带的部分啊也是都是明显改善 甚至呢男士哈有呃 掉发的困扰才在短短的十天内呢 也可以让头发呢看过去变得更浓密啊就开始会长出来 那女生呢有些他们前面头发还会长了很多baby hair哈得到很多的一些反馈 那甚至呢有些这个是他的那个血管 那个呃就是有服那个血管的问题哈也是得到改善 ok 那前面呢可能都是 比较多讲到皮肤的哈 那今天呢也给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不同的呢 这个呢这位女士呢他本来呢是需要用到拐杖走路的 那可是呢他在服用了我们的产品才短短的两天而已哈 那他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一路走一路走他爽了哦你看他走到 不用了 哦他讲很松动了耶 因为他在那个 椅子上来哦他很幸福的以前我现在你看他走来走去 给他下 气死我了 因为这个呢他才喝了两次他就 觉得他可以起来走哈 因为之前呢他是 非常抗拒要走动而且他走动呢 都非常需要依赖这个拐杖的 那在呃多了一个星期之后呢 他还竟然要去挑战他家前面的血波哈 这个是呃一个星期之后 可以看到那个血波都是很抖的哈那他也都在服用了产品之后呢 让他的整个关节跟脚都变得没有这样痛也可以这样子走动哈 你看他一路 OK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有来自于 若婆的85岁哈的婆婆了哈 我还可以走路啊啊 走看走看走看 我走一下他帮你拍 我不用拿董盖 是咯 我以前都拿董盖现在不用 董盖搬了这辈子 都没有搬过来 是啊 我现在就不要这个脚还隐蔽的 很好啊 我现在我还可以走 我 那时候就问神算命 八十岁就要做轮椅的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呃可以看到哈前面呢可能大家都是看到关于皮肤啊外表的这个进步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 就是 更年轻化然后可以帮助达到这个动灵这个效果哈 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有一些 额外的好处就是针对于可能 散了年纪的行动的脚啊有这些 受伤问题啊或者是说 呃需要呃就是因为老化而导致到说骨头啊变得 呃走路比较困难的话呢 都可以透过BBU去帮助 改善这个问题 提升我们身体整体的这个年轻 呃就是让我们年轻化之下呢 这些老化的问题呢也会慢慢的得到改善 所以这呃到这里呢就是我今天所要 跟大家分享的啦 真的吗 testing 我们下车了